主料,五花肉500克,主料,煤干菜,酱油,白糖,料酒,盐,味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猪肉洗净甜甜,煤干菜,隔夜加清水浸泡,浸泡好后清洗干净,油锅放入姜片煸炒一下,放入猪肉大火煸炒至变色,倒入适量料酒,加入适量盐,白糖调味 翻炒均匀,倒入适量水,倒入适量酱油,盖煽锅盖大火煮约20分钟,制作时间基本收干,加少许味精甜味出锅,烹饪技巧,煤干菜一定要隔夜加清水浸泡,这样烧出来比较软烂些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